蜀运已开启十余天 民航出行热度不断攀升 7月12日 记者从中国民航局了解到 2024年蜀运期间 民航市场预计将延续旺季市场态势 旅客运输总量有望达到1.33亿人次 日均旅客运输量215万人次 比2019年增长10% 比2023年增长5% 记者从各大旅游平台了解到 暑期国内国际旅游市场需求旺盛 特别是受奥运会等重大赛事带动 富欧出境游订单增长显著 暑期将会成为全年最长的旅游高峰期 亲自出行 大学生出行的是暑运出行的主力 暑期出境游的需求十分旺盛 免签效应的进一步带动了部分国家出境游的火爆 亚太旅游内循环趋势明显 像马来西亚 新加坡暑期旅游市场火热程度 将会超过2019年 巴黎奥运会 欧洲杯等体育赛事 拉动富欧旅游订单增长显著 根据协程数据 6月以来通过协程预定巴黎奥运会期间的巴黎酒店 订单量同比去年增长108% 富巴黎的机票订单量同比增长85% 在供给方面 结合鼠运市场需求 多家航空公司优化航线网络 加大运力 新增多条国内和国际航线 南航集团在暑假期间计划在100余条航线上安排加班 方季高峰期间 日群计划加班量约240万次 日群计划航班量近3300万次 国内方面 南航新增和加密航线 主要集中在新疆 东北 西北 华北等热门旅游城市 其中 针对最近火爆的新疆区域 新开上海 深圳 银川 长春 武汉 哈尔滨往返阿勒泰航线 国际方面 计划新开和复航15条国际地区航线 从今年蜀运航班的增搬情况来看 国内西北地区的干支线增搬比较多 比如说蓝州 西安安治 嘉域关 郑州至阿勒泰 南京至敦煌等 与此同时 部分国内及国际机票价格都有一定的回落 业内分析师表示 运力的提升一定程度上会影响机票价格 航旅纵横大数据显示 7月11日至8月31日 国内航线机票平均价格约1012元 同比去年下降约8% 出入境航线机票平均价格同比去年下降约6% 运力的提升一定程度上会影响机票的价格 今年蜀运预计旅客出境游需求旺盛 特别是多家航空公司已增加热门航线的运力投放 以满足旅客的出行需要 随着国际航线和航班数量的增加 部分航线的座位供应更为充裕 受到供求关系的影响 机票价格也会相应地有所回落 发展项目 Maßnahmen 本来视频道 ách尾兔 美丽 素 casual 34 素装 素装